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多球员 大球星什么C罗 梅琪 他们踢球老有他们的射门几紧 你怎么十几年也没进几个 张老师 我这后卫 我这防守球员 就开个玩笑吧 我怎么能不知道你是后卫呢 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个吗 就是老把你和赵徐之弄混的那种 张老师 我俩摘一块有可比性吗 你看我这长得多好 就是 你说你都33了 还这么嫩 你是不是用过这个英术法国松露晚安面膜 你待着 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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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象用这产品 可能就可滑溜了 全是水 是是 材性 对 核心是这样 放松了吧现在 放松放松了 今天晚上我估计啊 那个劲啊 比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段子劲大 是吗 应该是 好好好 本节目由4亿人都在听的喜马拉雅APP 赞助播出 首付1万 月供666 本节目由买车比买包轻松的陶车APP 赞助播出 看美国电视 听中国吐槽 感谢美国美声小鲜肉 不可视电视 对本节目的玩命支持 打开腾讯视频APP 首页搜索吐槽大会第二季 更多幕后精彩花絮 等你来看 逆光眼清晰 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Vivo X20全面屏手机 冠名播出 连选充满段子 记录每个样子 感谢继人都在玩的短视频APP 快手联合赞助播出 自黑师们艺术变美就用音术 本节目由音术 法国松露碗面膜 特约赞助播出 有请吐槽队长张小刚 各位 你们好吗 欢迎各位来到Vivo 吐槽大会 吐槽师们手艺 校队需要勇气 感谢各位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小刚 欢迎大家 今天这位主角 他是一位专业人士 他的专业在他的那个领域 百分之一万近世界五百强 最新排名 国际六十位 是不是非常非常厉害 对不对 六十位 是不是很厉害 他来自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 中国队02年 大家记得吧 进了世界杯 这个人03年加入了国家队 从此之后 国家队就再也没有进过世界杯 那么大家就要想一想 究竟他对中国足球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来了解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冯小婷 你们的婷哥也可以叫我冯六六了 我现在校略于广州 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 同时也是中国国家足球队的队员 在场上替中风卫的位置 等等 冯小婷不是六号吗 对不起 认错人了 刚才是赵训日 他们实在太像了 就连CGTV也搞错过 哈哈 挺有意思的 冯小婷曾在05年世青赛中 被非法评为十大希望之先 七名的还有明星 现在一个是世界巨星 一个是国足段子手 你觉得大家为什么叫你挺姐呢 哈哈 那肯定就是因为我 确实越来越美了 冯小婷2011赛季中超联赛 开始正式为广州恒大俱乐部效力 2011年到2016年 连续六次获得中超联赛冠军 和享次亚冠联赛冠军 球迷可能不太知道 冯小婷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 爸爸和二大爷都曾经是足处运动员 到了国家队 那么最终的梦想就是能够希望能够送进世界杯 哼 刚才是活在梦里 这才是现实 加油中国队 期待还有很多的时间 危险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确实是不多了 不要放弃 后边还是有机会 世界叫大门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够 中国队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 中国队在主场0比2 输给了塞尔维亚 中国队以0比1 赋予徐利亚 对得起我们吗 你你 退钱 连都不要了 不开场 很遗憾吧 都 拼到最后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因还不是因为中国队 尽管如此 还是有过精彩瞬间的 留给韩国队的时间 也不多了 中国队赢了 中国队赢了 1比0 在主场战胜了韩国队 赢了1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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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Vivo X20全面屏 看比赛就是爽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但是我们看到 冯晓婷有个学家的担当机会 一个人球分过 过在对方后卫 冯晓婷躲过对方的铲球 冯晓婷 冯晓婷过在了最后群防守队员 任何一个精彩瞬间 我发现这个Vivo X20全面屏 真是大视野 太身临其境了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刊 冯晓婷 冯晓婷是现任男足的队长 大家知道队长有多了不起 队长是一个球队的灵魂 对不对 是吧 怪不得大家总说 国足踢球不在状态 跟丢了魂似的 有一个问题我就想不通 国足队长 他今天是一个人来的 为什么没有带他的队伍呢 后来想通了 因为 不是 因为国足队伍实在带不动啊 而且 在国足的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冯晓婷听到了太多的骂声 他听到的那些骂声 简直比他吃过的饭还要多 冯晓婷一边坦然的面对这些骂声 一边在不断的努力 努力提升自己的饭量 我们今天到场的多多少少都和体育有关系 比如我的一位好朋友黄建祥先生 知名的足球解说员 06年有一个解说门他弄的 当时他有一段激情澎湃的解说 被网友冠以海啸音 大家知道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吗 在他之前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解说 能够像他这样超出解说的范畴 而被列为一种自然灾害 林丹我爱死了超级丹 林丹现在叫做超级全满贯的球员 但是林丹刚进国家队的时候 经常是首轮就出局 当时还有人跟他叫林一伦嘛 是是是 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上 林一伦不忘初心 首轮又被淘汰 张滕月 这儿呢 不重要 走进科学的一位主持人 大家知道这个节目还是挺棒的 这个节目是98年开播的 到现在播了将近20年了 20年啊 走了20年啊 还没有接近科学 我跟你说改名吧 改名吧 别叫走进科学 啊 叫迷途知返 下一位了不得了 大腕 MISS 魔兽和星际的职业选手 很多人是不是都知道MISS 是吧 游戏主播 在电竞圈的江湖地位 和这个话题指数 他就约等于娱乐圈的范冰冰 就是这么重要 MISS 这就是我们请你来的原因 因为我们真的请不来范冰冰 所以我们就请来电竞的范冰冰 啊 这也是我们的节目最接近范冰冰的一次 好 这热烈的掌声 冰冰 你听到了吗 浪克 啊 欢迎浪克 浪克在脱口秀大会里的精彩表现 大家都记得哈 非常非常精彩 而且太能说了 但是浪克的本业 他是一个健身房的老板吗 就是听说了 这次浪克转行说脱口秀 他周围的朋友 身边的朋友 特别特别的高兴 都支持 因为这样他就不会追着人家 整天办卡嘛 还有另外一位海员 海员的身份很重要啊 海员是Rock健身房的会员 海员其实是我们的幕后编剧 以往录制节目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 就有一些段子特别不好笑 就那些特别不好笑的段子 没有人愿意讲 后来怎么办 大家一商量 干脆谁写的谁讲 海员加油 大家看看啊 今天的嘉宾 是不是多多少少都和体育沾标 就连海员都是健身房的会员 唯独这个李蛋 完全和体育没有关系 对于他来说 从座位走到话筒这 就是一次很艰难的锻炼 蛋 起来 起来起来 活动活动 好不好 活动一下 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位吐槽嘉宾李蛋 各位观众 我是李蛋 这个第二季播出以后啊 很多人反应不如第一季好看 我得后一个快手 我承起了一下 你刚才你过来 帮我过一块 我得承起 各位老铁 我是李蛋 啊 哼 这个虽然第二季确实有种种的 下次 主要是别人 不管哪个人说的怎么样 我永远是那么英雄 帅气 优秀 帮我帮我帮我发那个快手 让老铁人帮我双击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李蛋 今天这个阵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大家也看到了 Rock海员 两个板凳队员进入个首发阵容 是吧 池子呢 因为伤病困扰 不能出站 真的是伤病困扰 因为池子从来不看足球 这次为了写稿呢 把中国队的比赛啊 集中看了一下 孩子就崩溃了 是吧 真的 受不了那个打击 问 看完 看完以后问 李蛋 网上说的都是真的 啊 真的会输给泰国队 就是那个撒瓦迪卡 人很温柔的泰国吗 会被叙利亚逼平 就是那个连年战火的叙利亚吗 他们还有心情踢球啊 我说这序量是没有心情踢球 一听说踢中国的 哎 没有人要打他的 然后这个板凳队员 海员刚才说了 是我们的编剧 这次除了自己要上场 还负责跟冯小婷对稿 也很辛苦 跟冯小婷对稿去见他们 一进门碰到个椅子 把冯小婷脚给砸 这冯小婷人家很大肚 没事没事没事 海员说 这怎么都没事 你是国脚 你怎么连个椅子都防不住 脚砸挺黑啊 海员就很生气 转身就要走 Rock在旁边 海员你干什么 你往哪 海员你别走那边 走冯小婷这边 这边空荡大 黄健小老师 迄今已经解说过 现场直播比赛超过2000场 而我们记得的 只有那一场 不明白 不明白为什么 一直是很关注国足 黄老师在这个微博上 发微博上发微博说 国足打进世界杯 他就裸奔 这极大的打击了 国足队员的斗志 这冯小婷站在赛场上 看着对面冲过来的前锋 脑海中都是你 白花花胖乎乎的身影 在那一刻 他给一个混附体 他继承了中国队光荣的传统 放弃了防守 黄健祥这些年 从央视辞职以后 也挺不顺的 后来去过凤凰卫视 做了党脱口秀 收视率堪比天气预报 也不容易 后来去什么CSPN 让人拖欠工资200多万 前年时来运转 终于是在这个恶势体育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节目 后来的事呢 大家也都知道了 在黄健祥的关注下 中国足球没有冲出亚洲 贾跃亭先生冲出个亚洲 林丹这个世界冠军 确实我偶像 他在我脑海中 一直是一个半果的形象 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就这一句话 笨我 然后我确实小时候很崇拜他 我也喜欢羽毛球 小时候 怎么 他也没听说吧 好多年了 人打运动员出道走 我小时候就很羡慕他 就想打羽毛球 然后结果我是内猛的 内猛的自然环境的 扼杀了我的羽毛梦 风太大 我的对手经常有来自 大自然的祝福 打不过 关键是我赢了以后吧 我真是没法撕碎上衣 太狠 羊皮我也撕不动 对不对 放弃了 这个林丹和冯耀婷 在运动员里 收入都算是顶级水平 那得多少钱 俩人家一起 都没有miss挣得多 miss 游戏主播 怎么那么多刷礼物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没什么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很正常 看直播刷礼物的风气 在国足很早90年代的时候 直播就有了 真的 那个时候国足一直播提比赛 楼上都是刷礼物的 刷一个暖壶 刷一个电视 刷一个鲜活的生命 开玩笑 怎么会输个球 球迷就跳个 我不应该 球员才应该 张登岳老师 走进科学的主持人 跟这个胡可 李湘 都是同班同学 这就非常不科学了 为什么你老话得如此严重 而事业又是如此的稚嫩 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分散 请收看 本期走进科学之 同学为何不同命 两位张老师 当年今日说法 走进科学那都是 对吧 王牌节目 真的是好节目 但我就觉得这两个节目 都很适合请国足去上一下 走进科学 就科学解释一下 为什么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吴伟要丢掉球权 给了叙利亚一个 任意球的机会 这个今日说法 好好说一说 就是被叙利亚扳平 我们失去了 世界杯的资格之后 咱们到底能不能判处 吴伟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 吴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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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 巴西队 有点桑榜 什么灵动 这个什么德国队 就是什么 有纪律 铁血 中国队 很尽力 真的 很尽力 踢球的 态度是好的 我也特别不明白 大家总看国足比赛 输了又生气 这样那 你不看不行吗 不看不行吗 很多人说我们热爱足球 这就更荒谬 你热爱足球 看中国足球 就好像你热爱科学 但选择看足球科学一样 挺刚好 不合逻辑 我真的是 我就不看足球 要不我心理健康 但是我经常看一些新闻 其实我感觉 我真的个人感觉 我觉得中国足球这两年 发展的还不错 对不对 就是像冯瑶婷 他们那个恒大 亚冠 人家有教练也厉害 出来很多球星 球迷也喜欢 那个市场也好 俱乐部做的也好 说明我们国家 还是有热爱足球的人 也有踢的好的人 也有能把足球 做的好的俱乐部 我觉得这个 不比中国队 踢进和世界杯意义小 说明这个事 足球这个事 在中国变得很健康 很繁荣 所以在最后呢 也希望冯瑶婷 把我刚才这一波马屁 逐字逐句的 告诉许家印先生 就是除了这个足球俱乐部 也可以考虑 投资两个脱口秀俱乐部 谢谢大家 谢谢李诞 谢谢李诞 太棒了 感谢李诞的表演 张腾月前些日子 还主持了一个节目 叫中国成语大会 大家看了吗 很有必要去主持 张腾月非常有必要去主持 丰富一下自己的成语储备 以后呢 就是在走进科学 开头的时候 别老就那些词了 行不行 扑朔迷离 错综复杂 是吧 你用点新成语 大跌眼镜啊 啼笑结飞啊 是吧 这都符合你们节目的性质 是吧 哎 我都想过 如果是我们的节目 那肯定就得用这样的一些成语 啊 吐槽大会 如雷贯耳 妇乳皆知 老少嫌疑 急风骤雨 嘴快舌长 有请腾月上台表演 央视主持人竟然上了吐槽大会 这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究竟是金钱的诱惑 还是自我的堕落 让我们走进吐槽大会 走进张腾月 今天呢 说实话 能来到这个场子非常高兴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我终于有机会 可以挤兑张绍刚了 不开玩笑 我们俩大家可以看一看 比一比 是吧 张绍刚呢 是我的师哥 绍刚老师踢足球 那在我们广院 那是一景 绍刚老师一上台 万众瞩目啊 你们没见过那个场面吧 二十几个双方队员啊 追一个人啊 使劲地追啊 球都不带踢的 就踢绍刚啊 不过后来呢 这影响了我们两个人的事业发展 绍刚老师呢 为了保护好自己 于是啊 就开始天天学习法律知识 他安理你发誓啊 我要为今日讨个说法 我呢 我就打开了我的探索之路啊 我就是想用科学来验证啊 为什么二十多个人追打一个人啊 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好 不说绍刚老师了啊 建祥老师是我的前辈啊 但是呢 我个人始终没想明白一件事 你黄建祥凭什么能红啊 你说他的解说 跟刘建宏 韩乔生相比 解说技巧很单一嘛 除了吼 就是啊 喊 灵魂附体 没创意的让人费解啊 后来啊 淡淡一手我才明白啊 被人拖欠了两百多万的工资啊 就谜底揭晓了 原来是贫穷 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哎呀 总有人啊 总有人说我们走进科学 说我们是走进伪科学 还我就不明白啊 我们怎么就伪科学了 我们哪一个灵魂附体了 我们有一集呢 是说这个乡村鬼教 有印象吧 是吧 有印象 你看有人笑了 有印象啊 这个谜底就是 有人打呼噜声音特别大 记得吧 有人说这不科学 我觉得 这很科学 打呼噜像鬼教 很科学啊 足球解说像鬼教 这才不科学啊 最后 冯潇婷啊 国足队长 人很好 我们休息的时候 还专程过去跟我握了握手 很感动 我跟谁都握了 我跟谁都握了 都握了 好 我挤得死你 了解足球的朋友都知道啊 国足以前最害怕遇到哪个队 韩国队 冯潇婷以前在韩国集训过 回国之后 带领着我们的国足 多次打败了韩国队 这是人的功劳啊 这全靠冯潇婷啊 全靠他把我们国足的先进理念 和技战术 还有那个脚法 推广到了韩国 这个那就是文化输出的力量啊 当然啊 萧婷啊 这个你也不要妄自菲薄 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 都在挤兑国足 全国十三亿人嘛 挤兑你们的大概也就是 九亿人吧 剩下的四亿人都在干嘛呢 剩下的四亿人 在用四亿人都在听的喜马拉雅APP 听书听课听段子 来学习怎么几个人 其实啊 说真的萧婷 我打心眼里 还是非常热爱国足的 我支持你们 如果你们国足 下一次真的再打进世界杯了 没有再 如果你们打进世界杯了 我肯定还会去看 还会在家里约上一帮朋友 一起看 我还会邀请你 冯小婷 你一定得来 跟我们一起见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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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是张藤月 谢谢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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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太棒了 每个样子 感谢七亿人都在玩的短视频APP 快手 联合赞助播出 自黑市门艺术 变美 就用英术 本节目由英术 法国松露晚安面膜 特约赞助播出 哎呀 接下来要上场呢 我的挚爱林丹 提到林丹是不是绕不开一个人 那个人的名字叫李宗伟 对不对 哇 两个人相爱相杀 15年 39场的巅峰对决啊 本来我们担心 林丹来到这个节目 发挥不好 我们曾经想过 把李宗伟请来 坐在他的对面 让他一抬眼 就能看到李宗伟 这样他的实力 就能百分之百的发挥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想法 告诉林丹 林丹告诉我们说 不用 真的不用 心里有他 有请 心里有李宗伟的林丹 黄老师 家里面没什么东西 送你一点小礼物 一会儿台上得扣下留宿 这 这太实用了 这个 放心 放心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 林丹 作为一名运动员 能来到吐槽大会 很高兴 俗话说得好 运动员靠成绩说话 所以今天呢 我有很多话要说 黄娇婷 一会儿你就不要说话了 今天呢 来到这个吐槽大会 吐槽冯小婷 吐槽足球 我其实还是很开心的 但是一看到这个阵容 两海员 Rock 我都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人 在一看这节目 就有黑幕 不过我也能理解 跟足球有关的 哪能没点黑幕呢 黄建祥老师 今年听说还打赌 如果国足进了世界杯 就裸奔 一看就是没有裸奔的诚意 你想裸奔 就应该打赌中国羽毛球队 拿冠军 你就裸奔 真的 这样的话 你一年都不用穿衣服出门 光我拿的冠军 就够你裸奔六十四回的 MISS 知名的电竞解说 为数不多的女性电竞选手 长得又漂亮 听说你动动手指 就比我的奥运冠军挣得多 真羡慕你们这个项目 虚假繁荣 跟足球一样 而且呢 粉丝还给MISS起了一个绰号叫 电竞花木兰 人家花木兰是替父亲从军的 你一个打游戏的 你是替你父亲做带恋吗 可以可以 说到这里啊 我感觉我吐槽这些人 浪费太多时间了 剩下的时间就集中吐槽一下 冯乔廷和中国队吧 主咖这个位置 真不是什么人都能坐的 我很佩服冯乔廷 坐在那边 无论大家怎么吐槽 都稳如泰商 真的 这点我绝对做不到 这就是长期书球被人骂 锻炼出来的强大心理数字 了不起啊 了不起 我就不行 如果冯乔廷吐槽我 林丹 你是个亚军 我就坐不住了 太恶毒了 你才亚军 你们全家都亚军 冯乔廷就说 谢谢谢谢 这个太难了 确实做不到 其实呢 我跟国足队员接触不多 因为我们羽毛球队和足球队很少一起出席活动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冠军嘛 所以呢 我们很少需要出来道歉啊 检讨啊 所以一般都遇不到 但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很羡慕他们 我说心里话 因为他们是踢的臭 还拿的多 起码俱乐部也不敢欠你们薪水吧 像我们这种没什么地位的 欠到现在也没什么人管 而且羽毛球成绩稍微下降一点点 拿不到冠军 就要接受残酷的批评 国足不一样 国足输了没关系 大家会表扬他们有拼搏精神 拜托 拼搏精神谁没有啊 哦 我明白了 国足的对手没有 还没拼就赢了 玩笑归玩笑 作为运动员 其实我很理解冯乔廷 我们能走到今天都不容易 因为我今年已经34岁了 拿到了所有可以拿的冠军 但还是想继续打 原因很简单 就是想多拿更多的冠军 在这里呢 我要借一个机会 认真点 我要感谢我身边的一个 一直陪伴我 支持我的一个人 对 他就是李仲伟 作为被全国人民关注的运动员 我确实有不小压力 这份压力别人可能不懂 冯乔廷他懂 因为他也一样 无时无刻要面对着这种负担 但是和我相比起来 他还是幸运的 因为有一样东西 他永远不会背负 那就是陈甸甸的64块金牌 太恨了 扎心了 扎心了 其实大家这么吐槽国足 并不是讨厌你们 而是爱你们 爱之深 就折之切 你们是大家的宠儿 你看国足随便一个新闻都能上头条 我们国家羽毛球拿了冠军也上不了 搞得跟其他国家拿冠军似的 你们是国家精神的 象征 代表了中国足球最高的水平 我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努力 不要辜负中国那么多球迷的期待 因为我一直相信 有朝一日 国足一定能体进世界杯 到那个时候 我一定带着我的孙子 去为你们加油 祝威 谢谢大家 我是林丹 真的 小婷 你别怪 你也别怪人 林丹说话 底气足 日本人毕竟64块金牌 你想加起来多沉 那个时候你就明白 什么叫沉甸甸 但是林丹你也别嘚瑟 那店是怎么回事 2015年真的开了个店 真的是卖内裤 价格是从98到268不等 我昨天刚去天毛看 店关了 买卖黄了是吧 这事你真的别怪别人林丹 要怪怪自己 太低调 宣传的太少 每次打赢比赛都是私上一 接下来要上场的 就是海元了 我现在跟大家强调一些事 海元今天不只是一个编剧 他还是全体中国球迷的偶像 唯一一个亲手拿椅子 砸过裹脚的男人 掌声有请 国足球迷偶像 梁海元 大家好 我是梁海元 我是吐槽大会节目组的一名编剧 也是一名球迷 对 然后这次上吐槽大会 是我主动要求的 当时导演组还问我说 一名编剧 你有什么资格吐槽国主 然后我说 因为我是中国人 当时和现场一样 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次池子没来 我来了 大家不要误会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池子跟国主还是挺像的 对 池子学习非常差 然后他每次考试考不好 他都会振振有词 这次考试 理论上我能考一百分 但刚拿到试卷 打开试卷 看了一下试题 发现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你说我能怎么办 对不对 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 零比零逼平了这张试卷 拿了零分 最后跟大家诚恳地道歉 对 事后老师也高度表扬了池子 说池子这次啊 虽然没有拿分 但是 他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拼搏精神 对吧 他敢于答题 他还在考试过程中 写了个解字 创造了好几次得分的机会 他不是没有实力 是欠缺了一点运气 张绍刚老师 张绍刚老师 真的是传媒大学的老师 对 我其实个人 我是很尊敬张老师的 因为作为一名老师 他就像蜡烛一样 燃烧了自己 烫伤了别人 黄建祥老师跟张老师就不一样 黄建祥老师当年在央视的时候 他燃烧的是激情 烫伤的是自己 MISS 一个身价上亿的主播 听说当年特别喜欢海 所以报考了海南大学 MISS 跟你介绍一下 我叫梁海元 对本来想跟范冰冰表白的 只来了电竞范冰冰冰 还可以了 对 现在电竞真的非常火 连张老师他们 传媒大学都要开电竞专业了 那后来我了解了一下 这个电竞专业 不是教你打游戏的 是培养为电竞服务的人才 为电竞服务的人才 是什么概念吗 大概就是由张绍刚亲自教你 怎么开网吧 做网管 卖泡面 顺便在烫伤里 对 林丹大哥 是我最喜欢的一位 羽毛球运动员 然后他身上听说 有很多的纹身 然后其中有一个在 脖子后面这里 纹了两个字母 LD 然后今天他来到节目组 然后李丹已看到这个纹身 LD 捂着脸就跑开了 这次我们吐槽大会的主角是冯萧婷 大家不知道 我们这次请到冯萧婷过来 真的很不容易 当时我们给他介绍节目 吐槽大会非常厉害的 吐槽大会在我们行业的地位 相当于我们行业的世界杯 然后他一听 世界杯啊 那我肯定去不了 然后我们就耐心地给他解释 我们说 这个世界杯不需要踢足球 你不需要硬做一些 你不擅长的事情 然后他叹了一口气说 那个世界杯也不需要我踢足球 真的每一次国足出球 大家都会在网上骂说 谁该上谁不该上 其实啊 国足的教练选人是很公平的 行就上 不行的话 就从不行的人里面 选11个人上 虽然冯萧婷这次没有进世界杯 但是他痛定思痛 他已经为下一届世界杯 做好了准备 他买了一个超大的电视 准备到时好好观看 但是我建议你 不要迷恋电视 最好还是去俄罗斯现场观看世界杯 这样我们也能够为你高兴 冯萧婷世界杯虽然没有出现 但是他出现在了世界杯 虽然吐槽了这么多 但是作为一名不争气的球迷 国足的下一场比赛 我还是会忍不住关注 我也衷心地希望冯萧婷和国足 真的越体越好 因为作为一名编剧 工作真的很累 我真的不想再写你们的段子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梁岳元 谢谢 没打我 没打我 可以 我还要我发现你挺有心机的吗 怎么给自己写的这些段子都这么好啊 你给我们写的那些乱段子 是蒋兰兰的问题 而且我更加想不到的是 本来说是来吐槽国足的 结果你趁机表白miss miss你应该很适应 因为我相信表白你的人很多 但是像梁海元这样表白的 肯定没见过 空手来是吧 你好歹刷一个暖水瓶 是不是啊 有点诚意 我们今天啊 专门请来了电竞领域的miss 让我们掌声有请 电竞范冰冰miss miss 听说你游戏玩得特别厉害啊 我想请教一下怎么吃鸡 首先呢 你要动到我的万事店 去买相关非常专业的 键盘 耳机 鼠标 鼠标链 诶 到第二步呢 我跟你讲 就要到我的男装店 有了第一步第二步 那到第三步 干嘛呢 到我的零食店里去 选过你爱吃零食 现在李胜利就差最后一步 miss上台了 先下单 我录完节目再跟你讲 请起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 Miss 刚刚看到张老师 说我是电竞范冰冰 我觉得大家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因为我能够作为电竞主播 完全是靠实力 至于长得好看 那刚好是个意外 你说巧不巧 今天的很多嘉宾 从小就看你们的节目长大 真的 张老师 叫你呢 师哥 张腾岳老师 小时候非常喜欢你的走进科学 在节目里面 本来一件很小的事情 居然被你解说得充满了悬念 我觉得这个方式特别适合我们游戏解说 ADC为何频频送死 打野为何至今未归 中班为何泉水挂机 这里面究竟蕴含着怎样的今天的秘密 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道德的沦丧 敬请关注今晚的英雄联盟特别节目 女朋友拔掉了我的电源 作为一个游戏主播啊 特别特别佩服黄建祥老师 您这样的体育解说 挣那么点钱 也愿意干 为了梦想 for dream 这我觉得你要不来我们 我们是把爱好当公资领了 OK 再来说说我们的优秀运动员 林丹老师 淘宝上开自己的内裤店 你们买过没 这个还亲自上阵做店里的模特 因为她身材很好嘛 这个林丹老师为了推广自己的产品 号称只穿自己店里的内裤 很有梦想 很有气节 后来店铺倒闭了 林丹老师 凉快吗 编剧梁海元 他刚跟我说 我喜欢名字里面带海的 确实是这样 你说得非常对 所以梁海元 能不能麻烦回去把你的名字改了 改成梁元 梁元梁元 咱俩没有元 最后再来说说我们的国足 其实经济体育的魅力就在于 我们的成绩是做不了假的 国足真的很不容易 不能开挂 不能带打 每一个球都得自己凭本事输 光明占大 为了准备今天的节目 我还专门去了解了冯小婷 她踢的是一个中场后卫 我分析了一下 这个体育都是互通的嘛 这个位置相当于英雄联盟的防御塔 就关键是 你是个很好说话的防御塔 敌人一过来 一推 你密码就答应了 小的时候呢 我爸老是拉我看球 当时我太小了看不懂 然后就用溜去网吧打了游戏 现在想起来好险啊 还好当时看不懂 差点就误入歧途了 所以说中国足球呢 是带动了这个产业的发展 也带动了电竞的兴起 谢谢你 谢谢你们 也是感谢那些被中国足球毁掉的冠军梦 这个冠军梦必须由我们电竞行业来实现 谢谢大家 我是MISS 来 过来握个手去吧 你太高了 谢谢 谢谢 我紧张 听书听课听段子 本节目由四亿人都在听的喜马拉雅APP赞助播出 首付一万 月供666 本节目由买车皮买包轻松的陶车APP赞助播出 看美国电视听中国吐槽 感谢美国美生小鲜肉复可视电视 对本节目的玩命支持 MISS你可以啊 小丫头片子 牙尖嘴利的 要不然怎么一个意呢 对啊 真的 我觉得MISS说的有道理 建强你要反思 怎么人家就行 你就不行 要反思 我行 三十年 哎呀 很多人不知道 MISS啊 MISS其实有个表书特别有名 MISS的表书叫刀狼 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没开玩笑 真的 但是MISS特别低调 她不愿意蹭那个热度 她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来给自己争天地 所以从来没提起过 所以现在大家是不是就明白她的名字了 MISS 错过 她到底错过了什么 她错过的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 好有深意啊 这个名字 名字里带海不行 得带雪 对 得带雪 以后你叫梁雪园 开场我也说了 说Rock是个健身教练 而且Rock人特别特别的热情 今天其实Rock是来干嘛呢 她是来让冯小婷看一看 健身教练是退役球员一个非常好的出路 球踢不好可以当健身教练 健身教练当不好可以说脱口秀 脱口秀说不好 主持脱口秀嘛 让我们掌声有请健身教练Rock 你说这期让谁上 脱口秀大会我看好几遍了 庞博庞博没时间 建国建国没时间 都没有人可以用 这都不行啊 这没有合适的人 很焦虑啊 我真不知道该找谁 都没 不是 但是我觉得Rock都很合适 咱们就用Rock吧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Rock 很多人认识我是在脱口秀大会上 对吧 当时学生腿给你们讲段子 脱口秀大会我止步六强 就真的很难过 因为付出太多了 是吧 腿都断了 后来看了国足的比赛 我更难过了 他们12强赛就被淘汰了 腿都还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梁海元第一次见到冯小婷 就把他腿给砸 为了我呀 作为我健身房的欠费会员 海元干得漂亮 回头宋颖杰私教课 今天在座的有专业的体育人 职业运动员 是吧 世界冠军 还有国足 其实我也是个运动员 我参加过我们健身房的平板支撑大赛 而且是冠军 毕竟我是老板 在成语大会上 张腾岳老师有一个经典口误 在宣布场上比分的时候 说了一句 场上比分 二比一 平 没想到呀 张腾岳老师这些年 在走进科学的同时 远离了数学 黄建祥老师 几摊马景涛 他那都是有台词的 其实黄老师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 你知道 06年的时候 黄老师写了一本书 叫做 《像男人那样去战斗》 说自己是像男人 太客气了 黄老师 我觉得你很可能 就是 黄老师 当年一时冲动 黄老师离开了解说岗位 最近又写了一本书 叫做 《足球根本不是圆的》 你看看 太久没有工作 业务已经生疏到了这种程度 Miss电竞女王 梁海元 我健身方的欠费大王 祝你们幸福 其实我真的很羡慕Miss他们 对吧 现在游戏玩得好 都叫电竞 我们那时候就叫沉迷 我还听说 冯潇婷也特别喜欢打游戏 我觉得冯队 其实你的世界被梦想 完全可以在游戏里实现 对吧 你看游戏里没有年龄 和伤痛的限制 最关键的是 在足球游戏里 你可以用巴西队 今天的主角冯潇婷 冯队经常说一句话 他说我们足球运动员 虽然没有文化 但是我们有知识 说得对啊 你确实有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 你就是力量太差了 作为中国的顶级后卫 冯潇婷经常被人指责 求风软弱 称他为眼神防守型后卫 作为一个专业教练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就是缺乏锻炼 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今天还是很荣幸 能跟这些专业的体育人 职业运动员 世界冠军 还有国足统坛 我真的有一个当运动员的梦想 真的 我觉得一个运动员 永远不会满足自己过去的成绩 他们只关注当下 不断地去突破自己的极限 或是球迷的底线 当然最后 我还是希望 冯队和国足可以越来越好 以后不用再去背负太多的东西 更多地去享受足球的快乐 该退役就退役 退役了 也可以为国效力 对不对 足球运动员退役了 可以当教练 我们健身房就很缺教练 你到时候来了 可以给海员上那节私教课 当然不退役也没有关系 我可以给你上私教课 带你举铁 提高身体素质 对吧 毕竟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Rock 特别好 不忘初心 来上 终于上到了吐槽大会节目 还不忘了卖卡 是吧 黄建祥 黄建祥当初离职的原因 说是工资低 是吧 而且那个说体育解说员的收入 还不如一个三流的主持人 所以黄建祥毅然决然的支持 不再做体育解说员 出来做一个三流的主持人 掌声有请 三流主持人 黄建祥 带着 是 罗克 中海远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比赛一开始 罗克就一个长船发动了激攻 打到门前要射门了 海远严防四手把球打了出来 比赛非常的激烈 能不能好好玩给游戏呢 对 就打个猪猪猪猪猪 您还要解说 跟你们这些不懂的人说 真是对牛弹琴 我上台上说起 大家好 我是黄建祥 我坐在那 看着小冯坐在这个主咖的位置上 被大家这样尽情的当面吐槽 我曾经很担心他扛不住 因为呢 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 但是经过大家的 火力猛烈的吐槽之后 我发现他进步了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说一个男人不成熟的标志 是可以为一项事业英勇的死去 而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 是可以为一项事业 卑贱的活着 我发现他成熟了 我去好几个体育平台 解说过体育比赛 是大家所期望的物正业 但是呢 都遭遇了欠心 到现在都没要回来 我去天生体育讨心 把我挡在门口不让进去 我一个人 孤零零的 站在大门外 后来又去CSPN讨心 也不让我进去 我还是一个人 孤零零的站在大门外 直到今年 我去乐视体育讨心 我一看呀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呀 我终于感觉到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MISS 久仰大名 不敢当 不敢当 有人说 在游戏解说界 它的地位很高 有多高呢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评价 说MISS就是游戏解说界的 黄建墙 做这番评价的那个人就是我 我们有一点非常相似 就是我们都不是 波音主持专业毕业的 那俩是 但是呢 我们所学的专业 在工作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是学英语的 所以我不敢到哪解说呢 都让我说 国外的比赛 MISS是学会计的 所以她不管在哪干活 都没人敢欠她工资 好像有点道理 张腾月 在主持成语大会的时候 创造了一句 千古绝句 现在双方的比分是 2比1 平 你还主持什么成语大会呀 你应该来干足球解说呀 现在场上比分是 1比5 平 小逢他们能不能提出线我不知道 但中国队肯定输不了 只要比分一落后 换解说 上张腾月 各位观众 现在的比分是 不重要 平 这也可以 张腾月啊 你就是解说界的 Vivo X20 全面屏 这豆瓣上居然还有个小组叫 嫁人就嫁张腾月 说就喜欢她那神神叨叨的样子 有吧 自己见的 自己见的 我都好奇了 豆瓣网友为何恋上主持人 清纯少女 为何情迷张腾月 科学至今无法给出解释 冯潇婷 我真是看着她长大的 从青年队 一路 地方队 大连一腾 四川贯城 国清 国澳 国家队 一直到后来 恒大七连贯 亚贯 两次贯军 我看着她 立业成家 她也尊称我一声 大哥 婚礼 她也邀请了我 我收到情帖一打开 泪流满面啊 这么多年了 原来你叫赵旭日 这孩子责任心强 十二强赛 输球了 被淘汰了 哭的呀 这哭 我就是想哭 别拦着 我就想哭 我老婆在家看电视 看见了说 哎呦 这孩子 好歹管你叫声歌 微信场 安慰安慰人家 安慰他 他这才哭一回 我从小到大 每四年看一届世界杯 我哭多少回了我 十届世界杯哭九次 只有02年那次没哭 为什么没哭啊 你们看了你们也知道 为什么不哭 0比2 0比3 0比4 我直接想死啊 作为现在 中国最一流的职业球员 国家队的主力 当过队长 恒大的主力 年薪呢 过了千万 很多人觉得不公平 说你一个臭踢球的 凭什么拿那么多钱 踢球 踢球呗 拿个臭子 大家都说 中国足球臭 中国足球差 这话没错 确实差 但是差的只有中国足球吗 咱们的电影 拿了奥斯卡了吗 咱们的音乐 拿了格赖美了吗 咱们的电子竞技 电子竞技还是不错的 但是他们解说不行啊 没有激情啊 是吧 你得兴奋起来 你得这么说 盖伦 盖伦 盖伦立功了 他代表了中国电竞 又得了历史和传统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德马西亚万岁 你得喊万岁啊 对不对 中国足球今天这个局面 不光是球员 能力不足造成的 我们大家 我们这个社会 每个人都有责任 当然 主要责任 肯定还是他们的 说这些 都是开玩笑 而且呢 每句都跟刀子似的 扎在我的胸口 因为我啊 爱之深 则之切 解说足球这么多年 我怎么会不盼着 中国足球好呢 对不对 我多希望 他们能打进世界杯 多希望我能说一场 中国队在世界杯赛上的 赢球胜利啊 是不是 小房 你们得抓紧 你们得加油了 得尽早打进世界杯了 你们打进世界杯太晚了 我就老了 裸奔就不好看了 林丹你别笑 到时候裸奔我拉着你一块 再给你个机会 卖内裤 对于现代的中国足球 批评是帮助 鼓励是爱护 兔头呢 类似于跟大家套个近乎 大家多吐吐 慢慢就习惯了 我们都希望中国足球 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我是黄建强 太好了 口气跟个老大爷似的 小冯啊 路还长 小冯啊 爷爷已经看不了 你走那么远了 这坐什么状态 而且就这状态 号称 什么人家密死 是解说界的黄建墙 你都拉倒吧你 对不对 大家没看 经常有那个 网上有那新闻 游戏主播 赤巨资 买豪车 对吧 老有那样的新闻 不过现在我告诉大家 根本不需要 买车赤巨资 是吧 大家用那个逃车APP 首付一万 月供666 谁都能开新车 不光是游戏主播 三流主持人也能 加油 你可以的 买得起买得起 最后终于要轮到 我们的主角了 冯潇婷 我给大家列举一下 冯潇婷 两次亚冠联赛冠军 两次中国足鞋杯的冠军 七次中超联赛的冠军 而且还是亚洲第一中后卫 并且最重要的 国足第一段子手 国足一般都是段子素材 但是人家就变成了段子手 这印证了一个什么道理 酒并成良一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不踢足球讲段子的冯潇婷 大家好我是冯潇婷 来这个台前面之前呢 我每个人的屋里 我都串了一遍 我说手下流行 手下流行 他们统一的口径都是 没事 肯定不会吐你很深的 刚才听完 我差点吐血 你知道吗 太狠了 我是冯潇婷 我是国足队长 有人说国足队长和美国队长 都差不多 都是背锅的 但是我想队长 应该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是我跟美队也不一样 我不甩锅呀 直到大家对 最近对这个世界杯都特别在意 老有人问我 说你对世界杯有什么感觉 我能有什么感觉 我又没打过 很多人说 总觉得我们这个运动员 没有什么文化 有一次记者采访我 说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说我说看书 记者说你好好说话 运动员看书怎么了 赵赵刚才教书呢 为了让自己更有文化一些 我确实经常看书 但林丹大哥就不一样了 不用像我这么费劲 直接去大学买了一个硕士文凭 林丹大哥世界冠军 多少块奖牌 六十四 那个世界冠军 最近因为欠欣的问题 跟那个俱乐部打官司 相比之下 我们许老板就不一样了 不仅不欠欣 还总发奖心 烦死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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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有个这么好的老板 继续继续 林丹大哥 你看刚才看到了 林丹大哥就是大球有个特点 就打一打就生气 一生气摔拍子 摔一个换一个 摔一个换一个的 霸气呀 还有那个痛快呀 那我们足球运动员就不行 只能摔自己 真的 只能摔 摔不好才败潘甲摔 我和黄建祥老师 有一段渊源 05世青赛 荷兰在荷兰 我跟梅西一起被评为十大新兴 真的真的 十大新兴 然后 我做正 当时黄老师就特别热情给我打电话 说小冯 那个 我这帮你运作吧 咱们这个 我可以帮你到德国提出 你想不想啊 我特别激动 那么大一个机 我说好啊黄老师 可以我想啊 当然大家结果也看到 没成功 黄老师 我哪知道你这么不行啊 早知道我去找刘建宏老师了 去年 去年我组织的公益赛 助攻未来 是帮助孩子们的 我邀请了黄老师 一起来参加 黄老师特别有爱心 非要给孩子们捐鞋 而且还都是他试穿过的 穿了好几年 关键是 都是43码 大家想想啊 就是都是七八岁的孩子 穿着43码的鞋 要踢球那什么场景 满场飞鞋啊 所以去年就没捐成 黄老师说 他不放弃 今年还要继续捐 一定要找到 穿43码鞋的孩子 今天公益赛 我还邀请了 蜜子啊 怎么漂亮 虽然蜜子不会踢球 但是你可以给我们解说呀 毕竟你解说的身价 比他们都贵呀 过来还可以就是 捐点这个东西 键盘 鼠标 耳机啥的 这个用过的都没关系 哪怕是捐点游戏里的装备 也比43码的鞋强啊 熟悉你们玩电竞的人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有一次我玩那个英雄联盟 玩盲僧 就是一不小心 把那个一脚 就把对方刺客 就踹到我 我方老家了 然后我们就钱都挂了 就去团灭了 这时候就有个人说 哎呀我去 你是国族的吧 这都没发现了 这都没发现 当时我就不高兴了 打游戏就打游戏 怎么还各样人呢 张腾岳老师 走进科学的主持人 里面有段话 我非常熟悉 河中生灵 神秘死亡 下游居民 得上怪病 沿岸植物 不断变异 是残留农药 还是生化攻击 敬请关注 今晚走进科学 专辑节目 国族在河边洗脚 我没说过 我没说过 张腾岳老师 每次看到这个段子 我非常生气 特别特别生气 完全是污蔑 居民得怪病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国族 有严格的规定 不能随便出去外面洗脚 米斯国族书球 网上出现很多段子 嘲笑我们 我看了就是 又好气又好笑 就是看到大家 国族这个段子 写得那么好 我很惭愧 所以 我决定 努力 学习写段子 一写就是一个通宵 就是希望有一天 能够证明 球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踢 但是段子谁不会写 总有人说 中国13亿人 找不到11个人会踢球的 其实中国踢球的孩子 真的特别少 愿意把足球作为职业的 就更少了 说这些话的人 其实如果你们自己 愿不愿意 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踢球 我这只手 骨折锅两次 做了四四手术 第一次在04年的时候 断过 然后之后没长好 07年又断了 当时在球场上 直接断成S型了 这个胳膊 特别恐怖 队一上来就大喊 大家都别动 让我看断没断 大哥都S型 你还让我怎么断呢 这次伤病 差点毁了我的职业生涯 林丹 因为伤病是足球对运动员 不可避免的 那么幸好最后只留下一道 长长的伤疤 这就是职业足球的风险 这是男人的伤 这就是我的胳膊 这些年我在努力踢球的同时 也在做一些公益活动 给孩子们建场地 然后捐一些合脚的球鞋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热爱足球的孩子们 能够有机会参与到我们这项运动 我们这一代的球员非常努力 现在已经和世界杯非常接近了 相信未来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进来 中国足球一定是世界杯的常客 我是停哥不是停姐 我有一个梦想 中国足球走向世界 谢谢大家 我是冯耀廷 小光现在由你自己来运作 就是看一下这七位 在他们七位当中 选一个你觉得说的最好的人 是本场的talking 只有一个 好 那就林南大哥 来 有请蓝胖小薇来送上奖牌 谢谢蓝胖小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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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南 假设你把这个发给小鹏 你看他什么感觉 来 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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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king的感言 因为所有的球迷都对我们中国国足 有很多的期待 希望咱们的国足浪漫一点 因为每个球迷都需要你们有 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好 特别好 来 二位 用微博X20 二位自拍合影 留下 对 就你们俩 来 来 来 我们所有的嘉宾都来到场上 来 掌声送给各位 再次祝贺林南 来 祝贺林南 各位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国足 也希望我们的国足越来越好 好不好 来 库潮雾高低 一光也清晰 现在呢 冯小婷用微博 来和每一位嘉宾自拍 记录下来这个时刻 好不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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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各位再次来到现场 记住吐槽大会的那个口号叫什么 吐槽世门手艺 校对需要勇气 吐槽大会 吐槽你校下周见 哎 来 来 我来 我去 这么关键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嗨 你好 哥 个什么 节目都录完了 走啊 吃点海鲜去 不行啊 今天你们吐槽我吐得这么狠 我比你学点新战术啥的 哎呦 中国队神有希望了 学什么新战术呢 说了你不明白 思乙分推 131分带 你懂吗 这就是思乙分推 131分带吗 放松一下 张晓哥 老师 发红包 快想回家 看在金牌的面子上 我决定搬给他 可能是看他摔拍子吧 就是不给他的话 可能还要再摔 林南老师林南老师特别喜欢 能帮我签个名吗 能帮我撕一下吗 接近我 对帮我撕一下 给你 哇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谢谢 如果我来颁这个奖 我肯定会颁给冯乔婷 因为他有这样的勇气 成为中国足球第一个 被大家面对面当面吐槽的人 勇气可加 我觉得每个嘉宾都说得非常好吧 比如说张小高老师 他说的这些我基本上都忘了 队长 送你一本书 我就是看完这本书 从林一轮变成了超级单 希望这本书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好的 MISS姐 你现在可以跟我说最后一步了吧 当然啦 拿出手机 点开外买PQ软件 找到这家烧鸡店 非常的好吃 下单 你就可以吃鸡啦 What 小婷啊 平时去球辛苦啊 手还骨折了是吧 对对 你拿一脚盆 脚盆特别好 包科技的 黑科技 能发泡 还能按摩 泡一泡脚就好了 好 好 好嘞 我走了啊 好 那就让郭德纲来吧 坐在那个位置上听听大家的吐槽 等大家吐完之后就结束了 千万不要给他回吐的机会 我觉得你们应该专门开一个邵刚的专场 弄上一记找天下不同的人 他教过的学生 教过他的老师 被他紧留过的选手 路人甲路人蚁 诗哥没走啊 我觉得诗哥就是一个标本探望的一座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形象 没有人比我诗哥 更适合当传媒大学的博导和教授了 我希望孟非老师能够上这个节目 冯小春 听说你和我一样喜欢白果 我这特别给你准备了一口锅 这口锅能装十一个人呢 特别适合你 不不不 这口我不背 诶 质量不错 来 给我吧 回去给我们队员炒菜吃 小冠老师对待学生 就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可体贴了 无微不至的关怀 多少次都得优秀教师 感动中国的最美教师啊 是吧 广播宣 那后场结束了 走吧 好 可以走了是吧 好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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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回来 回去就录废废废 我给你帮我 得嘞 好 大总 你觉得今晚我俩谁说的好 肯定是我 你俩说啥我都不记得了 都好 没事 所有吐槽大会嘉宾的扣鼓秀 在喜马拉雅APP里都可以听到 你现在听 什么拉雅 你听一下行 喜马拉雅 喜欢什么拉雅 是喜马拉雅 什么拉雅 喜马拉雅 这要比个高低你说这 你说要不说我是这个节目的策划人 这真好啊 一遍不过眼 越听越来越好 太逗了 让你听我们俩 对 我们年终点还要靠这个评级呢 弹总 请问你知道什么叫做如果感到快乐 你就拍快手吗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快手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快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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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想了 来没 看看 逆光也清晰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vivo x20全面屏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人生充满段子记录每个样子 感谢七人都在玩的短视频APP快手 联合赞助播出 自黑是门艺术变美就用英术 本节目由英术 法国松露晚安面膜特约赞助播出 听书 听课 听段子 本节目由4亿人都在听的 喜马拉雅APP赞助播出 首付1万 月供666 本节目由买车比买包轻松的 淘车APP赞助播出 看美国电视 听中国吐槽 感谢美国美声小鲜肉 富可视电视 对本节目的玩命支持 大家在看吐槽大会的时候 如果想要吐槽吐槽大会 巧了我们就有一个节目 叫吐槽吐槽大会 记得来看哦 我有3万粉丝都来哦 哈哈哈哈